红烧猪蹄 我觉得红烧酱烧猪蹄 真的要烧红烧肉 放点橄榄椒好香 烧猪蹄 好酸 姐妹们愿意红烧王调味酱发八博的活动 明天晚上12点结束 然后它可以做红烧猪蹄 红烧肉 红烧排骨 不需要炒糖色 一袋酱可以做两斤到两斤半的食材 我把做法打到视频下方 姐妹们可以去看一看 过了活动就是翻肉包了 这个酱的话 姐妹们都不用去炒糖色放这个酱 只需要一袋酱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姐妹们喜欢吃辣的 可以放点干辣椒 或者是青红辣椒 不 小米辣 真的是这个酱可以了 吃个蛋 平时有些用点红烧 煮点鸡蛋去卤一下 平时炒糖色因为炒发苦 这样的话比较简单 可能是因为炒糖色 如果是炒糖色 就会炒糖色 就是炒糖色 这些酱油 就是炒糖色 很酱油 其实炒糖色 就是炒糖色 炒糖色 也很酱油 在一部分的炒糖色 最后炒糖色 一袋酱做2斤到2斤半的食材 喜欢的姐妹们可以看看 拜拜 饺子 酸辣生姜再来凉片 酸辣生姜 一定要放冰箱保鲜 它就感觉口感脆脆的 冬次萝卜下次酱 微酸中辣不喊糖 好酸辣 好酸辣 可以吃 很酷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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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汤 嗯 皮蛋 好吃 吃飯了 今天的菜豐盛不 好吃 紅糕排骨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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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一 二 三 三 八 嗯 我看你吃了 我看你吃了 嗯 酸酸酸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